白菜价房产第一种亏本销售 大家好 我是洛杉矶的房产经纪阿伦 众所周知 美国近年来的房价是节节在攀升 在这样的市场大环境下 如果还有一些明显低于市场价的房子上市的话 大家一定要注意 是不是属于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种呢 就是亏本销售 South Sale 这种房子是房主贷款买到手以后呢 无力继续支付月供 银行呢会给予一定的宽限期 向银行申请亏本销售 也就是South Sale 那一般来说呢 是因为房主他并不想破罐子破摔 还想继续保留他的信用分数 信用分数不被破坏的情况下 那银行呢会根据房主的具体困难和经济情况 来决定是否允许他亏本销售 因为如果出售价格不足以偿还贷款银行 承担差价的经济损失的话 那银行就不会同意屋主亏本销售了 所以想买这种房子需要大量的时间和耐心 因为卖家在接收了买家的offer之后呢 银行大概需要两个月的时间来审批 最后如果审批不通过 买家就白白浪费了等待的时间 还不能交易 关于美国的白菜价房产 今天先聊到这儿 下次给大家讲一讲第二种法拍屋